我们看一下这个黄瓜 是不是出问题了 这个 出现一种病害 我们看下面的叶片 看见了没 出现一些黄斑 这个黄斑 基本上 到叶脉的位置 都停止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什么病害呢 首先呢这个叶片 属于一个典型的 缺钙症状 生理性病害 缺钙 缺钙的一个主要症状 就是叶片长得像 降落伞的那种状况 特别是心叶这一块 你看出现了心叶 这是缺钙 下面这个 具有黄斑 有人说可能是不是双眉病 有人说是不是脚斑病 或者是果斑病 或者是把斑病 都不是啊 这个也是生理性病害 什么病害呢 缺钙造成的 缺钙元素 为什么会缺钙缺钙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做的是立体化的一个无土栽培的一个种植模式 既然是无土栽培的话 因为连续的四五天的阴雨天际 阴雨天际以后呢 这个胶水施肥啊 这个营养跟不上了 跟不上以后呢 因为钙元素是运输相对比较慢 所以说首先表现的就是缺钙 然后就是缺钙 紧接着那个椰片 你看开始发小 编薄 缺钙 这整个黄瓜这段时间 长势非常非常差 非常差 不是一般的差 天际以后呢 就抓紧时间 一个补充消散钙 一个钙匪 另外呢 那个氮磷甲的平衡匪 再加上一个硫酸铭 这样的话去充实 如果单纯的靠椰面补充 这个量是达不到的 椰面补充真正是救急用